先把这几个螺丝拆掉 这条管是吸的 这条管是吸的 吸的啊 所以说这个你要做标注 这个是吸的 这个是喷的 所以说这个搞下以后可以 这个先放一边可以 把这个取下来 这个你自己想办法放 反正到最后面 找地方把它放起来就行了 这个就不要了 还有一个螺丝拥取下来 这可能比较长 这个搞下来以后啊 它这里有总共有两条线 两条线 两条线 这件是这个泵的 不要了 然后呢把这个取下来 时间会不会比较久 把它放到这个上面或者这边 这两边都可以 反正就是固定在上面你可以直接这样 钉在上面 这里打一个孔 螺丝 从这里打个孔 钉在固定在上面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一个 然后就我这个我就先放一边 这个就是现在简单 把这个固定上去 那个记得这下面放了个胶脚啊 我一定配那个白色的胶脚 我觉得就这种像这样 配那个胶脚 装上去以后 再把它装上去 然后这里螺丝固定 这我就不讲了 这个东西到时候把它想办法 扎到旁边 把它放好 不要让它 碰到这个 这些转轴这里 然后现在就说这个装好以后 刚刚讲到的喷的 这条是喷的 喷的是插在那个 上面 上面 这个是上面 不这个是喷 我管的一定接好了 它那里 这个去碰的 刚刚讲到的 讲到的那一个 第一个 我们 怎样分哪个是喷的 刚刚说的这个管子是锡的 对不对 这上面哪个是哪个是锡呢 没有扎这个同的东西的 这是锡的 这个把它插上去 喷的是 喷掉管子是在这里啊 可以看得到 喷的管子 喷的喷的喷的 那是这个 从这里出来的是喷的 是接到这里的 然后这个你就到时候想办法在哪个地方放 自己看着想办法放 我我都是拿 给配的一些那些管子的 都是自己想办法放 然后这个搞好以后 然后这里有两条线 这两条线焊在哪里呢 焊在这两条 刚刚剪掉了 觉得这上面就好了 就这么剪了 就这么剪了 感谢观看